出院了三星期 鬆一點 今天呢 帶點咖啡去吃晚餐 已經康復得七七八八了 暫時是 不可以出去走太久 會比較累 體力未回復 今天出門的第一集 我們去深井 不過不是吃燒鵝 來的深井就知道 深井是很難拍車的 通常都是四處拍 但原來吃這間西餐廳 可以拍攝在深井的 陳記燒鵝停車場 那太好了 停車場費用 就三十元拍到你走為止 也挺划算 拍下車後 走一旁 對面就是中原地產 然後再轉入這條行 就會看到這間西餐廳 這裏有室外和室內位 那大狗仔就坐室外位 好正啊 本來想坐室外位 但老闆說 室內有這間獨立的房間 可以讓狗仔坐 我這裏都準備了一些箭給狗仔 不過是Teddy Coffee剛剛沖完了 所以就可以自己坐 一張L的梳化位 有兩張桌子 有兩張桌子 如果帶狗仔來吃東西 記得預早預約了位 特別是室內這間小房間 它的餐包挺有趣 餐包熱辣辣的 很好吃 單骨雞翼 懶人雞翼 正 很美味 第二道小食 就是鵝肝多士 看它的鵝肝很厚 很好吃 因為鵝肝很厚 它沒有煎熟 它沒有煎熟 下面多士烤得很脆 哇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爸爸 羊架很好吃 烤得有點炭燒味 然後很好 它是薯蓉 不是薯條 適合我 之後還有不少菜 這餐是一餐很優質的西餐 我們下集見 拜拜